上次說到楊過和綠岳跟著鱷魚潭邊一條地道,就走到一座石屋。 在石屋裏頭就遇到綠岳失散了十幾年的娘。 於是,綠岳就將楊過怎樣走入絕情谷,怎樣種了情花毒,後來兩個一起跌落鱷魚潭的事,由頭至尾就講了一次。 不過其中公孫谷主要娶小龍女的事就簡略不提,她怕著娘生氣。 那她娘聽到綠岳講及楊過怎樣殺鱷魚,怎樣保護女兒的事,就慢慢說頭不說腦。 好,好啊,年輕人,都是我的女兒,有眼光看著你。 楊過這陣子也不想解釋那麼多事,她就說了, 公孫伯母啊,我們有沒有辦法出去啊? 啊?什麼公孫伯母啊?啊? 快點叫我,外母大人。 這陣子錄我就馬上出來說了, 娘啊,你不知了, 人家楊大哥清清白白, 她,她,她是一片好意,沒有別的意思的。 你們的衣服呢? 為何只是穿著這件鐵身小衣,外邊就生著她一件長袍? 我啊,這個姓楊啊,如果想學公孫子般薄幸無恥,我要她死無葬身之地。 姓楊啊,你娶不娶我的女兒啊?啊? 唉,楊過見這個裘千赤說話無厘頭,三句不說就逼自己娶她的女兒。 不過如果一口拒絕,一來會令綠岳難堪, 二來這個白爺婆武功極高,脾氣又古怪, 自己稍有行叉答錯, 最怕她即時反面無情,又要打又要殺就糟了。 現在大家陷入這個石屋裡頭, 還是齊心合力想辦法出去緊要。 於是楊過就笑眉眉地說, 老前輩儘管放心得了, 公孫姑娘捨身救我, 我楊過不是個無心肝的人來的, 此因此得,終身不忘啊。 嘿嘿,楊過這幾句話就說得十分圓滑, 雖然沒有答應取綠岳為妻, 這支裘千尺聽起來就很順義, 只見她就猛咬頭了, 咬, 這樣就咬了。 啊? 綠岳心知肚明, 楊過這樣說, 是想哄哄自己娘的, 她就趕快扯開話題了, 娘啊, 為何你會在這裏呢? 啊爹又說你過了生的咯。 害到我傷心了十幾年, 如果我早知道你在這裏, 我就幾大都來陪你了。 她見娘, 娘親, 隨便拿些樹皮樹葉套著她的身, 到處都打出獄似的, 就想說除楊那件長袍給她穿的, 但是自己女頭就一件貼身小衣, 除了給她自己, 豈不是更難看? 當時她就咬聲, 撕了長袍腳兩副布下來, 就被娘親套著, 那就密實很多了。 楊過見到小龍女做給她的長袍, 落得如此下場, 當堂的心都說了, 糟了, 她一想念小龍女, 情花毒又是發作, 周身刀割那麼痛。 剛才赤見到她這樣, 臉皮戳了兩下, 右手慢慢伸進袋子裡, 好像想掩東西一樣休息, 不過不知為何, 她一下子又拿著手出來, 什麼都沒有掩到。 樂樂看出她娘親本來想掩東西出來的, 於是她就說了, 娘呀, 楊大哥中了情花劇毒, 你幫不幫得她醫治呢? 我現在, 都來菩薩哥河, 自身難保了, 人家救我不了, 我又怎麼去救人呢? 你救了楊大哥, 他就會救你了嘛。 就算你不救他, 楊大哥也會盡力救你了。 楊大哥, 你說我說得對不對嗎? 楊哥對這個脾氣暴躁, 古怪的裘千尺沒有好感, 不過看在綠岳份上, 他亦不想得罪他。 啊, 是啊, 公孫姑娘說得沒錯, 老前輩在這裡住了這麼久, 一定是很熟這裡的地形的, 你可不可以教我們怎麼出去呢? 唉, 就算有得出去, 我都要想過先啊, 不怕告訴你們吧, 我的手跟腳跟, 空白色被人跳斷了, 武功全失的。 楊過祖就看出他的手腳有點不妥, 綠岳就不知道的, 當堂就嚇得下驚了。 娘,你是不是云上带下来的那一疹疼似的? 不是,是被人害的 是,是谁害的?我们找他报仇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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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背手,你落得了手吗,六岳?挑天我手跟脚跟的,就是你爹公孙子啊 啊?六岳自从一知道他是自己娘亲,个心就有小小预感了 只听到娘亲亲口说出来,还是吓了惊 那怎么,为什么爹要这么做呢? 就因为我杀了他一个心爱的女人 好了,好了,不讲那些坏东西了 我想,你们都肚饿的了 吃点红组,顶下肚圈啊 说完,求千尺就四脚爬爬好像野兽一样 在地上爬行,爬得很快趣啊 陆岳和杨国见到他这样都觉得很凄凉 不过求千尺十几年来都爬惯了,一点都不在乎啊 亦不知是何年何月何日,风吹红组,由头顶那个圆窟窿 那里就跌了一粒下来,就在这个石骨正宗的泥土里出牙生长 开花结果 逐渣繁生,大大小小就生成十几二十棵这么多红组树 当年如果不是跌了一粒红组核下来 又或者跌下来这粒不发芽长成树 那杨国和陆岳今天来到这树呢 就只能够见到一堆死丝骨 那谁会想到这副丝骨本来是一位武林高人来呢 陆岳又更加不知道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这阵时只见裘千尺在地上,撿起一粒组核放到嘴里 岳高头 一肚肚出去 那粒组核就射上棕树里 打一笔横鸭 那笔横鸭的红组就立即像下雨那样洒下来了 哦,原来那些手跟脚跟被人挑断了 就逼着他练成这一门口喷组核的绝技 可见是天无绝人之路 杨国从中也吸取到精神力量 陆岳就立即执起地下的红组 分了给娘亲和杨国吃 自己也吃了几粒 裘千尺遭遇这么惨 迹迹迹迹十几年的怨恨 别说他本来脾气就一般化 就算是很温柔,很善良的人 也会变得恶死,做事不近人情 不过母女,终归是母女 怎么都有骨肉情 他眼见自己日思夜想的女儿 而长大成人 而且还容颜秀礼,举止大方 裘千尺现在开始慢慢变得好伤愈 阿鹅啊 公孙子的衰公 是不是经常说我坏话呢 爹从来都不提娘亲的事 小时候我问过他一次 我说我像不像娘亲 又问娘亲是怎么病死的 爹立即大发脾气 骂了我一餐 还说明以后不准再提 哈哈 那你又怎么想的呢 我想 我想娘亲的样子很漂亮 个人又很和善 和爹恩爱到什么 故此你死了 别人一提起你 爹就会难过 那以后 我就不敢再问他 哈哈 现在你很失望了 你娘亲原来是个 又丑又恶的白夜婆 早知是这样 我想你还是没有见到我好过了 娘亲 怎么会呢 鹿岳双手搭着球千尺肩头 转转头就问杨哥话 杨大哥 那你说我娘亲是不是很好人 代我也好 代你也好 是不是 杨哥的心想 他就代你好了 代我就一样 不过鹿岳这么问 他也顺口话 是啊 你说得对 所谓听话听声 就挪鼓听音 球千尺一听就听出 杨哥是肤显了事 杨哥这么做 就反而提醒了他 我引玉偷生 挨了十几年 突然有幸和我女儿相见 都算是天有眼 不过还是趁着我女儿 怀有满腔亲情的时候 向她说明自己含冤的苦情 让我女儿不要争她爹才行 于是求千尺就说了 阿岳 你先头问我 为什么我是这柱 又问我为什么 公孙子的衰公 说我死了 是不是啊 你坐下 让我由头至尾 告诉你 原来公孙子的祖宗 本来是在唐代朝廷做官的 后来因为要避开一次宫廷政变 整族人就千居来了绝情谷主 他祖宗做的是武官 他学到家传的武艺 也算是清出于男 不过真正上乘的武功 是求千尺教的 这个求千尺来头也不小的 他是铁掌帮求千人的妹妹 求千尺这个名字 大家是不是很熟耳的呢 没错了 如果听过射雕英雄传的朋友 或者还会记得 铁掌水上飘求千人这个人 他的铁掌公是武林一转 曾经打到黄庸身受重伤 要去找一灯大思伤 求千尺就是求千人的妹 求千尺就有两个大佬 大哥叫求千长 求千长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 转门扮成他弟弟求千人 出来江湖滚滚滚的 二哥求千人就真材实了 所以求千尺自小 就跟着二哥学功夫 学得也相当出色 后来大过了 就因为兄妹之间一些拗叫 求千尺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 一个人在江湖中就东闯西档 有次因为追杀一个仇人无意 终于入了绝情谷 认识了公孙子 两个人就成了亲 求千尺被公孙子就大成六七岁 武功亦强得多 所谓老妻乱夫就零射恩爱 成亲之后 求千尺就不止教了功夫给公孙子 生活上还照顾得他头头碰碰 一点都不用他忧愁的 公孙子的家传武功 即是鱼网阵 碧月弓 和金刀黑剑阴阳相印 巧妙就挺巧妙的 不过破绽就很多 全靠求千尺挖空心思 就帮他补足了 那一年 求千尺就生落绿岳 顾着女儿就不顾得公孙子那么多 谁知道这个公孙子就很花心 透透漠漠和一个丫鬟相好 就好到准备离开 绝情谷远走高飞 后来被求千尺发现了 就将他们这对奸夫情妇捉起身 就丢落一堆情花辣道 咳到他们全身伤杀 就种满情花毒 然后他就将所有的解药绝情丹 全部浸在一泊砒箱水上 即是要人吃又死 不吃又死 公孙子和他的情人 就慢地求千尺救命 求千尺就拿了一粒绝情丹 放在桌面上 所有的绝情丹都浸了砒箱 就剩下最后这一粒 不过一粒就只能救一个人 看看你们两个奸夫淫妇 谁吃 公孙子立刻就拿起那粒绝情丹 走去丹药房吃了 然后出来的时候 见到他的情人在地上痛到 捏来捏去 他一粒声不出 突然间一剑就刺死了他 还让求千尺发誓 以后不敢再这么做了 求千尺当时开心起来 就拿了几碟送菜出来 和老公仔兑饮几杯了 喝喝下 求千尺又拿出一粒绝情丹 放在桌面上说 他说公孙子正说杀的情人不是杀得这么快 当时他再求多几句 我就给这粒药你们吃 然后我就赶那个妹子走 永远不让她再入绝情谷就算了 怎样公孙子就说自己杀得对 他说这样做就可以令自己死了一条心 求千尺见过老公回心转意 痛改前非 就更加开心 但现在被公孙子冠上 便灌醉了 翌日醒醒的时候 已经睡在这个石屋上 手根脚根真的 todos 被公孙子都抠断了 鹿岳和杨格听完这件事 很久很久都没出声 他们想不到 男女之间的事 一下子搞得不好 就会变成这样的下场 那陆岳四围望着 见到石骨到 就是碎石树叶 满地乱草 他就说 娘啊 你就在这里住了十几年 靠吃红组卫生 当然了 难道公孙子的水公 会天天送饭菜来给我吃吗 娘 你真是惨了 陆岳忍不住 抱着球千尺就咬咬声哭 隔了一阵 杨过又问球千尺 是啊 那公孙子有没有跟你说过 这个石屈有出口的 哈哈 那个衰公 最识扮猪吃老虎 我和他做了这么多年夫妻 没曾听他说过 绝情谷下 有个这样的石屈 这样的水潭 哎呀 如果石屈另有出路的 他都不会放我在这里啦 猛仔 各位 要知后事如何 请定下回分解 拜拜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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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